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电视机是我们隔壁镇上一个老乡送过来的 你看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奇怪的这种色彩 图案的边缘就像那种水墨画一样的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小问题有可能是大问题 我们准备来拆下来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碰个运气 堵一个小问题小故障 我们现在就准备拆机 这个电视机好像已经被人拆过了 有没有是客户自己拆的 还是送到别的地方修了一下 反正很N个螺蛳不见了 哎哎哎哎哎哎 哎这个是主板 我们重点放在这个排线 还有跟罗基板的连接这个乳尔排线这一部分上面 像这种水波纹不故障啊 很大的概率是这个排线上面氧化了 导致它的数据不全 像这个排线有可能 这边接触不了也有可能 然后罗基板上也有可能 拔下来看一下 好像确实有一点轻微的氧化 这上面 底下我们也拔下来看一下 底下跟这个平边板 这个排线确实有一点点氧化了 这里有一条氧化的痕迹 然后把这边排线我们也拔下来 看一下 看一下 也有一点点氧化的很久可能时间久了 然后长时间通电 我们来把它擦一下 我们这个是擦净手指专用橡皮擦 专面擦这种排线用的 其实有点像一个纱布一样 但是它的目数可能比较高 我们把这个都打磨了一下 现在准备把它装回去 装回去之前 我们还要往这个机口里面 喷一点这个电子弹品 专用清洁剂 因为这个上面我们已经打磨了 但是这里面我们打磨不到 然后再把这个排线给它装回克 还想安装一点小心一点 不能搞错了 好 装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一通电视机了 操电 灯亮 开机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偷偷的看一下 好像已经正常了 好像已经正常了 我这边看到好像已经正常了 果然就是一个简陋的小问题 话说这个问题 我昨天还远程指挥了一个朋友 修好了他家的电视机 跟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当然也只有这种简单的问题 才能比较容易搞得好 如果碰到其他的大问题 就没这么容易搞好 我说这个主板怎么是松的 这个主板上也少了 少了几颗 一颗两颗 少了三颗螺丝 我说这个主板怎么是松垮垮的 感觉 他就少了几颗螺丝 我们这个主板螺丝要补一下 你看 现在紧了 紧了 不然的话你一插线这个垮垮垮垮 现在全部好了可以装进了 好 朋友们看到没有 这已经修复了 试试 一个简陋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故障 现在这个算是一个简陋的故障 因为这种一级电视机 它排线有时候容易受潮 或者什么样的 所以产生了这个问题 我把这个清理一下 清洗一下 已经OK了 朋友们喜欢本期视频点个关注 点赞和转发 然后的话电器类型的话 能有找的是师傅 还是找师傅吧 自己搞的话有时候容易搞坏了 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动手搞 小东西还行 来 拜拜